非常感动的 因为六年没来嘛 然后一下飞机看到观众 还有粉丝还是非常热情 我其实跟台湾还是非常有缘的 因为我第一次来是03年 人生当中的第一部 远南一号的戏 然后我正好又是演一个台湾人 所以我03年第一次来 其实是我来台湾那么多次 待得最长的一次 而且还去了挺多地方 花莲啊台东都去了 所以那次来其实给的 我对台湾是有下一个非常深刻 很美好的印象 而且那个时候也年轻嘛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晚上 还去那个阳明山上去看 那个台北的夜景 那都是非常美好的记忆 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 有很多的第一次都是在台湾 我刚刚讲的那个 我的人生当中第一部 南一号的戏 在台湾拍的 我演一下台湾人 我的第一部古装戏 天降旗霞传 这个游戏是台湾大宇公司 研发制作的 我们是买了它的版权 当时然后改编成了这个电视剧 我第一次敬同录歌 也是在台湾 当时是给那个 《仙艳其他传》录主题曲 《六月的雨》 还有《逍遥看》 都在台湾录 我人生当中总共演过两部华剧 一部是赖生春老师的 《如梦之梦》 还有一部是 白信勇老师的小说 《永远的饮血宴》 改编的华剧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 我就是我跟台湾的这个缘分 真的是太密切 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还是编剧 就做一个创作者来说 其实生活永远是最好的土壤 我们再怎么去塑造人物 他都离不开自己 随着你生活经历 越来越丰富 然后对生命的那些感悟 他都会和你所要塑造的这个角色 就融合在一起 他会让你塑造角色变得有厚度 就变得立体 最近这几年拍的电影 都是和年轻的导演编剧合作 所以我在他们身上 其实是感受到很多 不一样的思路和想法 都让出不一样的活华 虽然我之前也跟很多的台湾的演员合作过 但是好像年轻的导演或者编剧 好像合作的机会还不多 所以我今天也说 我说如果大家以后 好的剧本 优先给我看一下 我先表个赞 像蓝阳榜 虽然说蓝阳榜 它是一个架空历史的一个服装剧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两地就是说 这个文化是同跟同人的 所以大家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会找到很多共情的点 然后房花我觉得就更不用讲了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台湾人都经历了那个时代 也都曾在那个时代的上海 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做出过贡献 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03年第一次来台北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感觉到陌生 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 其实跟台北跟台湾人还是走得非常近 所以我能够预料到 然后就是 繁华播出以后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这些台湾人 尤其是上年级的 他们在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的那种 与时代运行 充满了这个斗志 充满了畸形 他们一定会非常感慨 我其实在上海的时候 我也遇到很多我的长辈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 繁华播出以后 这些长辈都非常愿意主动的来找我聊天 但是当然就是说 我也非常感谢家卫导演 因为他让我在这个繁华的这部剧里面 又去重温了那个 我儿时的记忆的那个时代 其实也是 我觉得对自己成长这个城市 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今天我在那个 双华青年的互动过程中 我就说 就是双传论坛 那个记者下 它有很多两岸青年交流的机会 就是我刚刚也表达 就是说 我也很希望能够和年轻的台湾的创作 有很多的合作的机会 我借用现在正在上映的一部 我的电影 《要走走停停》这个片名 我向表来 我内心的一个想法 走走停停 终将相聚 我觉得这句话想得太好 好